作自己 這首歌真的是把我們現場的這個熱度 唱到了一個頂點 那我们特别想问一问这个三位好朋友 听到这首歌之后感觉如何 罗智阳先生 嗨 我觉得这首歌太适合我了 写给我们的歌是不是 我觉得太棒了 听起来就很有共鸣的感觉 前段时间我刚出了一张新专辑 叫做金武门 就是因为我在里面又唱又跳 有些舞蹈的动作 还有些hip hop的元素 所以这首歌现在卖得很好 所以我建议 范晓轩要在里面加一些hip hop的元素 加一些这种舞蹈 肯定会好一些 你会觉得说要如何的舞蹈呢 你来示范一下 示范吗 好啊好啊好啊 来来来 有请我们的金武门的掌门人 罗智阳 可是作为 冷静 可是我觉得作为范晓轩的好朋友 今天是为她的新专辑来祝贺的 所以你不可以唱你自己的歌 好 所以你如果说需要范晓轩可以转型 有hip hop 然后有舞蹈的动作的话 你必须拿她一首歌来展示给她看 看看她认不认可 看看现场的歌迷接不接受 那好嘛 那我就找一首这个反差比较大的一首歌 好 早期的作品 健康歌 好不好 真的吗 真的可以哦 健康歌集结去hip hop 真的吗 好期待哦 我很期待 我们站远一点 我们站远一点 所有观众朋友跟我一起把手伸出来 健康歌就运动一下 Let's go one two one two yeah 左三圈右三圈搭在一起 左三圈 右三圈不是扭扭屁股扭扭 如果你多扭一圈 那就再来一圈 全身一起动起来 那感觉非常好 如果你不动 你就跟不上潮流 跟不上潮流 就跟不上时代 现在大家音乐听什么 一定要买范晓轩的新专辑 只要太过百 每个人都运动起来 每个人都突破自己 每个人都有一个崭新的未来 跟着我们范晓轩一起听她的新音乐 你说好不好 好 新音乐要突破自己 yeah 怎么样 如果健康歌可以这样的话 但是很可惜刚才没有录下来 我已经记不得刚才唱的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其实罗智阳的这个建议 我不知道范晓轩自己刚刚听了她那一段 虽然其实是有一些改编和现场的创作在里面 你会不会也会自己说想尝试一下像这样风格的曲风 会啊 其实随着每一次专辑做的曲风 我都会想到以前的歌 然后都会觉得 以前的歌 大家听到的是那个时候的版本 其实我们也很想做一些新的 属于我们现在的版本 突破自己嘛 对啊 我觉得健康歌可以让你收获在下一张 真的啊 真的啊 好 我觉得你刚刚那个很棒 好 罗智阳的下一张专辑就叫 所有小羊一起来唱健康歌 好 那我们真的非常期待 所以今天事实上 你其实不是来给范晓轩打新专辑 而是为了推荐她的下一张专辑 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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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的应该的 互相吗 不应该不应该 好 谢谢 真的蛮不容易的 又唱又跳的 而且我觉得她刚刚那个真的好刃 好像在耍猴 她演的是那只猴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点不够 因为你看演了半天都没有人前任上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这样太慢了 像小璇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走女人味道的 对吧 那你来示范一下 那你唱就好了 哎呦 哇 这个小S真的是 最厉害了 对啊 那做女人呢 一定就有S 走路也是下家的 哇 哇 当然还有pose哦 加她有师傅的女人味 对不对 小姐你觉得怎么样 不好意思 下巴上面捉了一份肉 真的吗 有本事你把话筒拿下来 有本事你把话筒拿下来 他的下巴跳了 没有 他的下巴也在S型啊 对 就是这种特别的设计 你知道吗 要有气质 原来小S的下巴是假的 没有气质啊 真的非常女人 对啊 可是我可能做不来 那可能真的只有像我们这种 怀了孕当的妈妈才可以 就是像你这样子好身材 这样走起来才好看 听到没有好身材 不仅仅要好身材 还有极其盲目的自信 谢谢啊 小圈 其实刚刚那种S路线 只适合那种少傅你知道吗 什么叫做音台师叫 你看那什么小朱阳 还有小S 他们舞蹈很棒很OK 像我和小圈 特别是我属于那种 舞蹈舞蹈一舞就倒 根本没有什么天 真的你不要一肝打死一船人 小圈跳舞还可以啊 就是说我跳舞啊 就是没有那种感觉 舞蹈感觉很差 然后呢我觉得我那个刹冰进行曲啊 红豆 大红豆 绿铜 虽然大家说像广播体操 但是我觉得很好学对不对 对 但模仿起来很简单啊 没错 对我觉得这种呢可以加入里面啊 你看他们都在学对不对 这边舞的舞蹈很有感染力 刚刚罗志阳表演啊会觉得说 范晓轩其实也应该尝试一些比较简单的 但是呢 这个能满足各种舞蹈素质的人的要求 那种舞蹈动作吗 其实我觉得每一首歌都可以演一层不同的风格 就像之前的歌 我们有因为100%的加入 所以我们有把它变成是现在的版本 就是事实上 其实你也一直在做改变 不仅不管是这个整个的感觉状态 还是曲风对不对 所以有过自己尝试玩一些自己原来的歌 换一种风格来做吗 有有有 真的有吗 那我们今天现场可以听一听吗 好呀 再来一小段好了 好啊 来来来来 我们欣赏一下 实在不行 他还可以当主持人 就像我这样子 什么叫实在不行 还可以当主持人 歌迷和战团老歌大串销 谁是真正的金牌歌迷 广告之后为你借下 到一边去 下来请收看《非常大明星》 《非常大明星》 《非常大明星》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已经没有什么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已经没有什么 对不起的 之前那种甜蜜蜜蜜 感觉像小女人 对不对 就像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坚强的女生 就是比较跟一个比较电音的拍子来做结合 是是是 所以呢 其实不同的改编可以唱出不同的感觉 那今天我们三位朋友 刚刚这个个人 个人以个人的这种想法和喜好 给了范小萱一些建议 我们接下来希望说 大家可不可以给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全方位的建议 能够更好地帮助范小萱在音乐的 或者说在艺术圈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一定一定 其实我想跟小萱说 我觉得非常非常佩服你 可以花这么大的力气 去做这样新的音乐 但是 其实作为我们好朋友 心里会有一点点小心疼 我会觉得你有点辛苦 为什么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呢 那我给你的建议 我是觉得 你看 你之前拍过的电影 而且演得这么有感觉 为什么不更多去尝试一下 而且呢 在我们这些姐妹中 我觉得小萱真的是 到现在她的那种 还是很百变的风格 一直在持续下去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去尝试 也有很漂亮 也很可爱 然后你也可以出书啊 有你的美容心得 对不对 可以有多多方面去发展 实在不行 还可以当主持人 就像我这样子 什么叫实在不行 还可以当主持人 当然 我也是主持人 真的吗 你也是主持人啊 真的吗 这个台上都是主持人啊 我也主持过呀 是啊 对 好好 那事实上我觉得 小萱的建议是说 你其实完全可以 不必拘泥于音乐 而且我们也知道 范晓轩其实也在 很多方面都尝试过 嗯 对啊 其实我的个性 是比较随缘的 我会专心 大部分时间放在音乐上 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东西 一定要 是很稳固的 嗯 那每天 如果你又是一个创作人的话 其实每一天的生活 你都是灵感 都是在累积 那像演戏 或者是主持的话 我觉得我比较不在行 因为 其实我的口条不是很好 所以说今天呢 我们这一天